这里是全世界户外登山俱乐部的标志 2022年11月24日 纳布月十分钟五星户外登山 第一次前往一条线路 何以取得如此大气十足的名字 众神之路 安爱飞海岸线 带着姐妹们一起来徒步圣地 只有走过众神之路 并才知道阿玛尔菲海岸真正的样子 众神之路是阿玛尔菲海岸最著名的徒步路线 因风景极为美丽而得名 阿玛尔菲是徒步著名的圣地 群山之中有多条徒步线路 其中最为耀眼的当属众神之路 这条步行路线是欣赏阿玛尔菲海景的最佳路线 像是上帝创作的一幅意大利南部风景画 用粘粘不断的绿色山轮和险峻异常的纵横沟 和深入蔚蓝的地中海 走过的人仿佛都开启了山峰视角 像被赋予了俯瞰众生的神力 如果有幸来到意大利 一定不要错过这条无与伦比的风景路线 众神之路是一条在山间弹旋的步行道 范围高 低两条 全长约8公里 起点在山城阿杰罗拉 终点在波西塔诺 沿途可以看到非常美的海边景色 茂密的植物 触目的悬崖 随手一拍就是绝美的大片 非常适合初级徒步者体验 去爬山流流汗 这里天空很蓝 阳光很暖 风很温柔 走进大自然放松心情 留下美好回忆 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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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